日最向卫生所每三个月举办的长照推动小组委员会议 18号中午由卫生所的主任林大志亲自主持 除了各长照据点工作服务政策报告 针对委员们提出独老送餐 另外长照社福边缘户个案调查 还有提供照顾服务等议题 会中都充分的讨论 今天中午卫生所看诊工作告一段落 主任林大志带领长照推动小组委员 卫生所照专员以及各长照据点人员 召开每三个月一次的长照推动小组委员会 大家一边吃便当一边开会 在听取长照据点工作的报告 长照服务政策的宣导 与会的各委员也提出独老送餐等问题 共同讨论交换意见 另外包括长推小组委员林玉芬 周玉梅等委员所提出社区部落 长照社福边缘户的问题 是否也能纳入长照系统加以照顾协助 卫生所方面则表示 将针对每个个案做调查评估 让社福资源真正照顾 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者 部分引起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基本面 回归家庭面去处理这个问题 相信这个家庭问题处理好之后 后续会解决更多问题 而不是一昧的依赖外在资源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只能解决就是 只能治标啦不能治本 那目前的话 在这个讨论当中 我觉得每次每三个月的一次会议 我相信大家都会得到一个 就是也许可能问题没办法这么解决 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该如何处理 或者是说该如何去应对 可以去思考下一步的一个 更好的一个方式 社福边缘户的成因复杂 其中最强而有力的支持与照顾 是来自于家庭 而在社会福利政策的协助之外 卫生所详细调查评估后 也将尽可能连结其他社福资源 提供最适切最需要的关怀服务 记者是玉兰瑞社采访报道